大家好,我叫David,最近几年一直在电讯行业工作 其实当然这么多年也在不同的电讯公司工作过 在同一个电讯公司也工作过不同的部门 所以今天我就以我个人的经验和感受 以及我个人对不同的team,不同的公司的了解 那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作为一个data analyst 那你在公司当中一天的常规工作 以及你所需要的技术技能,我们就说technical skill 这样的话让大家对data analyst有一个了解 虽然我们是从data analyst这个角度来入手 但实际上每个公司的job title实际上不太一样 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可能很多人做相似的工作 但是job title不一样 比方说我今天讲的我们所干的这些工作 在有些公司可以叫data analyst 还有的可以叫比方说reporting analyst 还有的叫performance analyst 还有的叫甚至business analyst 和我们熟悉的软件开发 那个business analyst有一点区别 我们知道在软件开发的时候 BA实际上是一个桥梁在business和technical之间的一个桥梁 但实际上在公司里的 比方说我上一个team 所有的做报表做分析的人 他的job title无论你是junior还是senior 都叫business analyst 所以我们当然今天是以这个data analyst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看一下我们平时在公司当中 如果你作为一个data analyst 那么你的life cycle是什么样 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你的每天的日常工作是怎么样 实际上第一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叫identifying the problem 也就是你要发现问题 然后你去解决问题 那么谈到这一点的就是这一块 你首先肯定是跟公司的总体目标要match的 我们说我记得我进入这个通信行业的第一家公司 有一个CEO就讲过 所以这个公司两个目标 当然主要是两个目标 第一个就是increase profits 另外一个叫reduce cost 就是我们中文说的开源截流 对吧 所以说我们每个analyst平常的工作 你肯定是围绕这两个目标来进行的 对吧 比方说我曾经工作一个叫customer care那个team 实际上我们就做一些call center的一些分析 那么比方说call center这个reduce 他接到电话以后 他如何回答客户 那么产生的一些数据 对吧 比方说他平均一个reduce 接一个电话需要多长时间 另外比方说他接完了一个电话以后 是否这一个电话 就解决了customer的问题 如果他没有解决的话 customer肯定还要再打回来 那么再打回来以后 那就需要我们公司cost 对吧 因为他叫在公司当中 你就可以把它定义成repeat 对吧 也就是本来你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你没有解决 那么customer第二次 甚至第三次 所以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叫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那么问题有了 比方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我现在在这个给call center做一个报表 戴sport也好 或者做一个weekly的报表也好 我们定义了很多这个所谓的kpi 或者是metric 定义完了以后 你这个数据 ready没有 也就是说你目前你这个team也好 或者你这个公司也好 有没有你要做分析和报表这个数据 有当然是好了 对吧 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步工作 那么没有的话 我们还要进行这个designing the data requirement 那么当然你要发要这个sourcing data 你要看 我要做这个metric 那么我们有没有相关的数据 对不对 所以数据有了以后 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也就是说叫 这个pre-presising data 那你就要 我们说简单一点吧 你就play with data 你就开始这个通过你的技能 那么通过join也好 通过这个写query也好 那么把你要做报表或分析的数据准备好 所以这是叫pre-presising data 那么数据准备好以后 实际上就进入下一个阶段 就叫data virtualization 也就是数据的可视化 那么你报表你给谁看的 报表通常我们都是给我们的 这个decision maker 也就是说你的director 你的VP 你的CEO 或者是不同的这个business owner 他想看你这些报表 那么这些报表的话 数据我们都知道很箍燥 对不对 那么报表如果我们作为一种可视化 比方说你一些图表 一些trend 一些对比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 这个帮助这个decision maker 叙述做出这个决定的 这么样的一个这个作用 所以这是你的一个 这个life cycle 那么当然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life cycle实际上又体现了 在公司工作当中 你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个人的感受 在公司当中你工作的时候 时刻要注意两个flow 一个我们把它可以叫business flow 实际上我刚才这个几个步骤 实际上就可以理解为business flow 就是商务流程或者是商业流程 也就是说你公司工作的时候 你要follow的一些process 对吧 比方说我们这一块 这个identifying problem的时候 那么这一块跟你team的不同 比方说像这个你team 它有的时候 它一种管理方法不一样 你像我上一个team 什么都没有管理 也就是说如果business 这个有request 直接和我们team来 这个business analyst来沟通 然后我们做business business requirement 这个叫collecting 或者叫gathering 你要分析business requirements 然后你才能往下一步进行 那你像现在我的team 那么它是以这个agile 就是这种敏捷的开发的那种环境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 这个identifying the problem 不完全是我们date analyst的责任 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和在agile 这个管理当中 我们把它叫po 叫product owner 也就是说有一个business部门 提出了一个要求 那我们去跟他沟通 他是要什么样的报表 什么样的分析 然后我们合作 把这个identifying problem 这个问题来解决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business的 一个flow 另一个flow 就是因为作为date analyst 我们时刻要注意 就是说你的date flow 数据流 也就是说你要知道 这个公司的数据源 或者咱们不提公司 因为我们都是做DBA 或者做数据 更深层次的 对吧 就作为一个date analyst 那你要知道 你找数据要去哪找 对不对 你的数据源在哪 你的数据准备好没有 然后数据准备好了以后 那么你做报表以后 然后发布给 发布到哪 去这个deliver 去到这个什么地方 你的audience是什么 对吧 所以我呢 实际上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我把这个 你工作的这个五个阶段 工作的五个阶段 如果从technical这个skill 这个角度来讲 我把它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呢 就是左边这三个 实际上在这一部分当中 你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data manipulation 就是数据操作 那么再简单一点 刚才我已经提到 就是play with data 你知道公司的各种数据库 这个oracle 或者是teradata 或者甚至是excel 这个csv file等等 那么你去准备数据 一旦这部分完成以后 实际上你后面那两块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 叫data visualization 也就是说做数据的可视化 当然你要通过相应的 这个tool 相应的工具 你还要具备一些 这个分析的这个能力 然后达到你的这个目的 所以我们看 这是两块 一块是data manipulation 一块呢是data 这个vodilization 那我看 我们看下一页 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在公司当中 你要是做data manipulation 这一块的话 你所需要的这个 所谓的技能的话 无外乎 目前没有列出所有的 但是基本上 我工作这个电信公司 不同的team也好 不同的公司也好 基本上都在这 都在这 比方说 最普遍的就是excel 因为什么 因为excel一般来讲 每个公司都会配备 对吧 你肯定得有office 对吧 这个macrocell的office 那么它已经含有这个excel 那么当然我们说 我不知道大家对excel 理解什么程度 那么当然今天的excel 已经和过去的excel 不能从日而语 对吧 因为它微软在BI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力气 我们在excel当中可以用PowerPivot PowerView 现在还有PowerBI等等 你既可以把它当作数据员的一个处理 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 这个modialization 这个可视化数据的这么一个工具 所以这是excel 然后我们看仍然有一些team 用这个access 比较原来微软 比较比较简单的数据库 然后就是现在刚才我们刘老师已经提到 这个mysicle 原来我这个team也是有一部分team 因为我们知道mysicle是open source 所以如果team的budget也好 或者是各方面计划也好 那mysicle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了 然后就是sass 可能我们有些学员也同学们也了解这个sass 那么一个时间关系 我就不做过多的展开 然后就是IBM的Cognos 我这个两个公司全部都有 作为BI方面的一个工具 Cognos 但是Cognos每个公司应用的情况不一样 那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一会儿再谈到 我们的我的课程 会讲那一项一些知识点 他没有提到Cognos 那么Cognos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然刚才我提到 跟公司的架构也有关系 反正原来我在这个公司 这Cognos 我的一个同事 发出一个request 写一个query 这个到Cognos这个server 要这个数据的结果 两个小时才返回来 甚至时间更长 当然这跟performance 跟整个公司的架构有关系 对吧 所以我原来的这个公司来讲 Cognos就逐渐的 就是现在就被retire 逐渐的就被淘汰 而现在Cognos用的会越来越多 包括我们说后面我要讲的Tabular 对吧 然后MicroStrategy 同样是一个工具 再有一个就是目前比较流行的Tabular 因为Tabular它不仅仅能够和传统的数据部 我们就说Relational Database 它当然现在也可以access到DateLink 像我现在的公司用DateLink的一些数据源 然后我们仍然可以用Tabular 来产生很好的数据报表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CQ Server CQ Server 它有很强大的数据处理的功能 所有我上面列到的这些工艺 当然我们还有提到很多公司 比方说Oracle 像我们公司还用TeriData 还有GP2等等 我没有列在这里 那么所有这些 你在处理数据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从业人员的话 你要具备两点知识技能 一个就是你不管是用Excel Excess CQ Server 你必须要了解Relational Database的Concepts 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什么是Table 什么是Primary Key 什么是Foreign Key 那么你只有了解了这些 你在Join的时候 你在写Query的时候 你在写StopSheet的时候 你才能够保证你的数据的准确 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Join 我们都知道很简单 那么原来在我Team里头 很多同事就跑来问一问 因为什么 他写完了以后 不是数据少 就是数据多 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 就是Join的这个 是你用LiveJoin 还是用RightJoin 他老问我 我说这个不是说我们想用LiveJoin 还是RightJoin 完全取决于你Business要求 对不对 你得把Business要求吃透了以后 你再用过你的Technical的Knowledge 把它写进去 来确保你Reporting和Analysis的准确性 第二个就是我们提到另一块的技能 SQL 这个SQL 现在确实是 我刚才提到 现在Excel本身它也有Power Query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Excel里头处理数据 那么当然了 你Excel处理数据 你要写Query的话 SQL你也必须要掌握 对吧 我这里头没有提到 因为这是一个标准的 结构化的查询员 对不对 那么当然我们在SIG Server里头 我们把它叫T-SQL 我们在这个Oracle里面把叫PL-SQL 但是刚才我们刘老师也提到 所有的包括MySQL Teradata 几乎90%以上这个语法 现在都是一样 那么个别的每一种产品 它自己有它自己的一些特定的一些函数 或者一些语法而已 这两块呢 是我们这个作为Data Manipulation这一块 你必须要求掌握的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 在做数据可视化的这个阶段呢 我们现在仍然也是有很多这个Tool 供我们来选择 我列的呢 也是目前 就是这个公司常用的 也是非常这个popular的一些工具 第一个还是当然Excel Excel 那么它现在有Pivot Table的功能 然后呢 又有这个Power这个View的功能 你在这个处理数据的同时 实际上你就可以用它来进行这个报表和分析了 那么Power BI 也是这个微软的一个这个产品 然后就是Seek Server Reporting Analysis 就是专门 在有一段曾经是我的最爱 因为这个一直用它为这个Team整个 这个架构了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web-based的这个 这么样的一个这个reporting platform 那么用它的话呢 你有一个web这个网页 那么你可以授权给你的用户 那么它不同的权限 可以访问你不同的报表 对吧 这个而且这个SSRS可以做交互式的报表 可以做一些drilldown的报表 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个报表 就是属于技术层面 然后就是Table 那么Table也是 现在呢 这个Table在公司里头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 好像包括原来的Colonel或者是MicroStrategy 这样 现在好像逐渐是要被这个Table 因为确实太强大 因为它的这个可视化 这个包括对数据的这个处理 这个功能都特别的这个强大 刚才我们也提到 在上一页 如果你用Table处理数据的话 那么在它有一个9.0 Table 9.0有一个概念叫CrossDrawn 那同样是一个SQL 你要不了解这些这个基本的这个支持的话 就是无法使用这些这个工具的 然后同样 Conguedo 这个Strategy还有SaaS 当然我们知道SaaS它的强项是在统计了 Date Modeling 这些是它的强项 那么在做报表 在做可视化这块 可能我个人认为 那么可能会到其他的一些 是否会 当然我们可能有一些SaaS的专家 这个我不否认 可能也能做出很好的 这么样的一个这个这个报表 然后就是这个Crystal Report Crystal Report实际上 我在大概好像2000年左右 我那时候在北京的时候 做这个一个冰案管理系统的时候 开发的报表就用这个Crystal Report 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以后 这Crystal Report仍然是 特别是前年左右 好像它还是很火 有一些招聘公司 要求做报表的话 要去用这个Crystal Report 那么一样 我这次这个Batheta有一个这个Cycle 那么同样 你无论是用哪一种工具 来做你的这个Date Modeling 你要必须掌握下面的这些知识 这个知识当然 我们对我们来讲不成问题 这个数学的一些这个知识 一些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有一些这个分析的能力 对吧 最起码我们得要知道 这个你做报表 做一些可视化分析的Trend 我们得知道 我们做一个类比 对我们得知道 然后我们做一个同期的比较 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清楚 对吧 第二个就是你要了解一些 BSolution的一些 我们说这个Term也好 或者是概念也好 对吧 你比方举个简单的例子 OLED 你无论是用做Cube 还是在讲来用Table 里头 那么Cube这个概念 比方说它有FactTable 它DimensionTable 这个东西你要了解 否则的话你在做报表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一个阻碍 或者是有一个困难 另外这个PivotTable 你也知道行列 value对不对 你怎么样进行 安排你的报表的 format等等等等 所以这一块 也是需要你掌握的知识 第三点的话 就是我可以归纳为叫reporting knowledge 就是说 当然你有工作经验好了 如果我们 因为我们这门课是针对一些 可能要想进入到Data Analyst 或者是想对 现在已经干Data Analyst 你要做一个提升的话 也同样适应 也就是说 比方说你要知道你要做报表 它的Life Cycle是什么 另外你要知道 公司里经常谈到的 Desperate 什么叫Desperate 什么叫KPI 什么叫Metrics 这些概念你要不知道的话 那么再回到我们第一个 叫Identifying the Problem的时候 你和State Holder 或者是Business Requester 或者是Product Owner 你无法沟通 人家说要一个Desperate 你这什么Desperate 你说我们现在这个Desperate 要有几个KPI 你是什么叫KPI 对吧 所以这些是作为我们先前的知识 一定要掌握的 那么当然 第四个还有一个 就是你的商业的知识 或者商业的Sense 那么也就是说 当然这部分知识 一个是通过我们的课堂 我们老师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经验 会在课堂当中传授 另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自己 在工作当中通过一些经验 对吧 你做时间长了 一年两年以后了 而且每个行业的它的Business 比方说电讯行业和Financial这个行业 它也有一些区别 对吧 这个是随着我们个人的工作经验 这个逐渐的来增加的 那么所以你看 在这个Data Visualization 这一块呢 这是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些基本技能 那么 总而言之一句话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作为Data Analyst 或者是Reporting Analyst 等等等等那些职位 所要求你的这个知识点来讲 那么就是我们这一页提到的和上一页提到的 有了这个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这个完全做好这个Data Analyst的工作 另外刚才我提到 这个所有的工具 Level不一样 你掌握这个工具和知识的这个Level不一样 就决定了你在公司的Level的这个不一样 对吧 同样是Excel 那如果你是这个初级的这个Level 那你进到公司可能就是注入来 对吧 那么你要会这个Power Pivot 这个Power View 甚至Type Room 那你当然你就会这个更高的这个职位的这个申请 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可能因为时间 我们这个关系 我就从Data Analyst这个Level Cycle 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在公司当中 你要做哪些工作 以及你要具备的这个知识技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